本见证来自韩国同心教会的教友们 韩国基督教电视台C频道提供直播 国语配音中文字幕 大家好,我是春川同心教会的江顺花 我曾是一名严重的同心恋者 遇见复活的耶稣让我摆脱了同心恋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成为幸福的使命者的 不信教的父亲与信教的母亲结了婚 据说妈妈怀我的时候 从父亲那里受到了很多伤害 因为那些伤害母亲变得很抑郁 子宫出血也很严重 本以为自己会流产呢 在这不稳定的状态下妈妈早产了 就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回家路上的胡同里 有一位中年男子一边跟我说话 一边走了过来 他突然亲了我的嘴 太脏太恶心了 弄得我连眼泪也流不出来 我想彻底删除这个记忆 因为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 所以家里没有一天 父亲不大声嚷嚷的日子 一次当父亲欺负母亲的时候 我没能忍住 愤怒地顶撞了父亲说 爸爸为什么老是生气呢 因此而被父亲踩了脖子 事后我对父亲产生了恐惧感 脑海里一直在想 父亲迟早会杀了我 这样的恐惧感和对父亲的畏惧感 达到了想要杀掉父亲的程度 这些事件扭曲了我对男生的看法 甚至讨厌男生靠近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一个 既漂亮又善良的朋友 我产生了疑问 怎么看我都是个女生 可我却喜欢女生 不知不觉中 我想成为不同于父亲的 既温柔又和蔼的男生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 我和同班的女生 在我住的小区里一起玩耍 我们要分开的时候 这个朋友抱了我 这时我的内心既温暖又心动 这种温暖的感觉还是第一次呢 不同于自私恶心 不能给我爱的男生 女生们看起来既亲切又温暖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并独自心痛 我想不管怎样 跟她表示一下我的心意吧 于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 打电话跟她表白了 那个朋友说她也喜欢我 第二天 那个朋友一边递给我信 一边说 那时 我正在写信表达我对你的心意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在读书室里有几位学妹说喜欢我 并把花和巧克力放在了我的桌子上 那时候我很享受 有人喜欢我 但是一方面 我从娘胎起就开始信教 猛然想起这段时间在教会里听到的 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 这看起来很好 这句话 哦 我这样生活是不对的呀 我茫然地想到 啊 我违背了神的创造秩序 并开始有了负罪感 我与父亲之间 日益加深的冲突 使我与父亲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变得更加困难 结果我不得不和父母商量之后 去首尔就业了 从那时起 我无法忍受独处的寂寞 便正式开始了同性恋 刚开始 我喜欢上了一个同一单位里 最受欢迎的姐姐 我们开始交往了 我们甚至到了一起过夜的亲密程度 但姐姐曾经也是信教的人 所以因为负罪感 她想分手 相处六个月后 我们就分手了 那时 我认为自己诱惑了正常人去同性恋 所以开始产生了负罪感 之后 我跟比我年龄小的人交往了 这一次也是亲密到 一起过夜的程度 但是随着对同性恋的负罪感的日益加深 我开始被痛苦所折磨 有一天晚上 我的心脏突然被揪紧了 浑身发冷 还颤抖 如同死一般的疼痛 坚持了两周以后 我才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做了心电图和另外的几项检查之后 说是没有异常 让我去精神科看看 去了精神科 我被诊断为恐慌障碍 自此之后 我便开始吃药了 得病之后 我和那个比我年龄小的妹妹分手了 吃了差不多一年的药 恐慌障碍好转了 所以我就停了药 我认为 上帝因为同性恋惩罚了我 让我得了恐慌障碍 为了恢复我的正常性取向 并试图尝试去爱男生 我留长了头发 衣服也穿得很淑女 并开始跟一个男生约会 在几次的约会过程中 我想起了之前对男生不好的回忆 即使在小事上也产生了厌恶感和恐惧感 那个男生很自然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或是缠在我腰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像个禽兽 每当这时 总是感觉他要进一步地做些什么 猛然地 我便开始讨厌他了 虽然跟几个男生们见了几次面 但都没有发展到恋人关系 就分手了 筋疲力尽的我 又想回到能感受到温暖的爱的同性恋时期 这时 正好又出现了同性恋们聚集的女同性恋网络社区 我加入了某同性恋社区 便开始聊天了 这时候 我遇见了一个比我年龄小的妹妹 我们同居了 因为我想跟我爱的人一起去教会 所以我们去了附近的教会 可是结果 这个朋友在过信仰生活的过程中 意识到了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们同居了五年以后 不舍得分手了 从那之后 我就开始苦恼 为什么他能摆脱同性恋 我却不能呢 另一方面 我因为分手的痛苦 年转各个教会 祷告让我摆脱同性恋 我坚持到了三十多岁 但独处的孤独再次敲打了我的心门 我加入了好几个同性恋社区 并年转同性恋网和夜店进行闪电约会 每次享受之后 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到很空虚 由于对下地狱产生莫名的恐惧感 所以我便在教会里跪求戒掉同性恋 我凄厉地哀求着祷告 祈求上帝彻底的破坏 传开在我细胞里的 恶毒的同性恋细胞 真的是拼了命地呐喊 上帝 我是该死的罪人 再这样下去 我会下地狱的 请您救救我 虽然这样祷告了 但是也没能解决这个罪 我会被打入地狱的恐惧想法 不停地折磨着我 这使我很害怕 坐着公交车时想的是地狱 走路时想的也是地狱 因为太害怕了 甚至于我会回顾我走过的路 试图逃避死亡 越是这样 一个个下地狱的场面 就会像是放录像一样 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在地狱里 我绝望地呐喊着 救救我 我太痛苦了 请让我摆脱这里 那种凄惨的痛苦 就像是勒紧了我的脖子一样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抱着儿童福祉的梦想 我来到了大学 值得感谢的是 在上大学的过程中 因为成绩一直很好 我没有交过学费 毕业时因为科目第一名 我还拿了校长奖项 这时我产生了自信心 为了更好的未来 我更想摆脱同性恋 并想摆脱因这个罪 而产生的对下地狱的恐惧感 之后定期祷告 进食祷告 没有没尝试过的 虽然努力了 但是都无法解决这个罪 其实每次都加重了我的决心和决断 但都无法摆脱对下地狱的恐惧感 和对同性恋带来的快乐的迷恋 就在这时 在妹妹的教会里 我看到了同性教会的视频 看到了通过复活的福音 中毒者们变化了的样子 我便开始私募这个地方 这时候 我之前做过与保育相关兼职的议事务所联系了我 提出一起工作的建议 但是因为抱有去同性教会才能获救的确信 我拒绝了这个提议 对我来说 这个教会是我最后的希望 去教会的第一天 周三的礼拜开始了 一个姊妹做了关于摆脱同性恋的见证 我很羡慕她 也很激动 我在同性教会的宿舍过了一夜 第二天听福音的时候 一个姊妹读到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 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的话语 世界是黑暗的 如果复活的耶稣不是内心的主人 就是魔鬼的子女 那一刻 我开始苦恼 呃 那么 我是谁的子女呢 是魔鬼的吗 这个姊妹跟我们讲 可以信奉上帝的证据 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 把我从死人堆中重新死而复生 就是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的话语 和复活式百科词典 和各种历史书上 记载的历史性事实 还有罗马书十四章九节 因此 基督死了 又重新复活了 是为了要做死者和活人的主 约翰福音十六章九节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的话语 我听了一位姊妹让我忏悔不信耶稣的罪 把复活的耶稣 侍奉为主的话 上帝 我忏悔自己 做自己主人的罪 上帝 请做我内心的主人 我违背了上帝的创造秩序 请原谅我 这恶毒的罪吧 耶稣 请做我内心的主人吧 这一天 耶稣成了我内心的主人 Amen 从第二天起 魔鬼就开始攻击我的想法 折磨我 对于之前交往过的朋友的思念 大肆袭来 因为这些痛苦 我很想哭 因为担心 一起生活的姊妹们 听到我的声音 我咬着苹果 大哭了一场 又想着 哦 我已经信奉耶稣 做我内心的主人了 但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一向只注重 感觉和感情的旧习惯 我原以为 从第一天起 我会像施了魔法一样 感情和行动上 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呢 这时 我更加地了解到了 魔鬼的实质 啊 原来是我自己选择了 魔鬼注入给我的想法 之后的凌晨礼拜时间里 我做了忏悔 在做忏悔祷告的时候 上帝把我的样子 显示在了我的面前 我站在十字架前面 像罗马士兵一样 嘲笑着 鞭打耶稣 把耶稣的手 钉在了十字架上 耶稣看着我说道 顺花呀 我爱你 是吗 在我忏悔着数不清的罪 并那么痛苦地挣扎的时候 您不只是在旁观吗 那时为什么没帮我解决呢 我会继续定你的 即便是这样 你还会说爱我吗 就这样 恶毒地 一边说 一边定耶稣的手 耶稣痛苦地说 即便是这样 我也非常爱你 我会为了你的罪而死 我真的是为了你的罪而死 但是 我一定会复活的 他这样说 那时候才知道 我曾那样的埋怨 讨厌上帝 之后 无论我是在教会 还是在家 都能感受到 从创世纪 上帝就想和我分享 人格性的爱 并给了我自由意志的 拼了命的爱 真的是无法表达 不知该用什么言语 来表达这种心情 是上帝绝对性的爱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死亡 反得永生 我从来都没有 是一次都没有 感受到耶稣的爱 充满过我的内心 感受到了这份爱以后 我的内心开始炽热了 即在泪弦里的泪水 每天都无法控制地 流了出来 自来水 只要关了水龙头 水就会停止流下来 但是我的眼泪 却止不下来 在创世纪前 就被钉下 会死去的小羊 因为那耶稣的爱 我既感激又兴奋 真的哭了好多 那时候我才明白 我是那么渴望爱 所以追寻世上仿造的爱 误以为那才是真爱 一直徘徊在错觉之中 但耶稣仍是那样的爱我 相与我人格性的相见 因为这人格性的耶稣的爱 我的心完全融化了 圣经真的是爱的语言 如果犯了罪你会死的 我不希望我爱得你死去 这是上帝的心意 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爱的告白书 从那之后 我看清了我的内心是怎样的 我创造了内心的王国 作为独裁者统治了四十年 以像恶魔一样的心 魔鬼一样的心 称自己为王 破坏了上帝赐给我的珍贵的肉体 任由自己过着犯罪的生活 然后想起了以前一边哭一边祷告的时候 我只不过是因为分手的痛苦 和对地狱的恐惧 为了让自己内心舒服 才做了祷告 总而言之 我的内心深处 没有一刻真心想要放弃同性恋 我领悟到 自己真的是 过着随心所欲的 祷告的生活 之后 真诚的告白 从我内心深处 迸发了出来 上帝 真的 我再也不会心怀女生了 我再也不会同性恋了 真的再也不会 以这该死的罪 让您心痛了 无视上帝的爱 践踏耶稣 随随便便生活的这个罪 是多么恶毒和残忍的罪啊 我现在明白了 我开始痛恨这个罪 之前总是想着 我是因为爸爸 和那些让人厌恶的男人们 才变成同性恋的吗 担心了耶稣之后 我才知道 绝对不是 我意识到 如果心怀着怨恨 不管是杀人 还是同性恋 甚至其他的罪 都有可能犯 真的很令我受到打击 结果 所有的一切 都是自己做主 而选择的罪 啊 除了耶稣的复活 没有别的了 如果没有复活 我就不会知道 耶稣到底是谁 也不会知道 忏悔什么罪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 我更不会知道 让我了解福音的教会 共同体 为什么如此的重要 通过这个复活 我知道了耶稣的宝血 是创造主的血 是能力的血 我看到了 用宝血换来的 教会共同体 这教会共同体 是我天国的家族 教会共同体 通过祷告和我一起敌对 以巨大的势力 折磨我的魔鬼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还会像从前那样 任魔鬼栽割 阳光照亮黑暗 一切就清晰起来了 我的阳光也来临了 因为耶稣的复活 清晰了 罪也清晰了 耶稣的爱也清晰了 我也确切地看到了 教会共同体 上帝一直这样引导着我 啊 通过复活的耶稣的血 我的罪百分之百地被解决了 我现在绝对不是同心见者了 耶稣在我心里 我是拥有一切的人 喜悦的告白就这样蹦出来了 我太自由太幸福了 我感谢拯救我的耶稣的爱 我还想告诉别人 这惊奇的复活的福音 从没像这样 想要告诉别人某种事情 一定要把这福音传播出去 像我这样的人们需要救赎 这种怜悯的心情 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 我真的很不想公开 我过去是同心恋者 死都不想 但是因为耶稣的爱 我能表达的爱就是像这样 把我自己展现给大家 然后传福音 这都是为了帮助 很多像我一样的人 在传教时 我会先主动靠近那些 曾让我感到厌恶的男人 怀着怜悯的心情 我告诉他们 要信复活的主耶稣 我也对别人说 要信复活的主耶稣 摆脱同性恋 不隐藏 曾是同性恋者 是对的 在所爱的家族教会 共同体里 我表明此事之后 他们反而 以爱包容我 为我祷告 现在我去教会的时候 不管是牧师也好 教友也好 都会高兴地对我说道 呃 你的脸色好多了 和你刚来教会的时候相比 变化好大呀 现在 我可以和父亲笑着通话了 坐公交车也是 走路也是 我没有对地狱再有恐惧了 我只想着 怎么将这个高兴的消息 传播出去 我现在绝对不是同性恋者了 为了用爱拯救我的主耶稣 我会用我的一生成为 传播福音的使命者 我想把这荣耀和感谢 献给把我从这恶毒的罪里 救出来的主 复活的耶稣是我的主 谢谢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访问Facebook.com HMU Only Jesus 谷歌请访问 HMU 唯有主耶稣 请访问Facebook.com